男王 西宇 喝果汁 今天面是你煮的 所以果汁我来准备 平安他什么都不会 西雨以后要交平安煮方便面 以后我们三个 还要做好多好多的事 一起旅行 一起帮助可怜的人 还要一起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感谢上天 让我遇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人 这么温暖又充满爱 成为我徐莹的丈夫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 平安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太太的珍珠耳黄吗 非常昂贵的 你在哪儿拿的 你赶紧给它放过去 要不太太看见了 还手气了 听见没有 唐姨 太太 什么事 你也没看见我放在浴室里的一对珍珠耳环 珍珠耳环 我想想 有有有 昨天我看见平安手里拿了一对珍珠耳环 他在那儿玩得上 妈 发生什么事了 平安 来 阿姨问你 太太有对珍珠耳环 非常昂贵的 小小的 圆圆的 你昨天拿在手里玩来着 有没有 有 怎么回事 耳环不见了吗 嗯 平安 你把耳环放到哪儿去了 平安 你把耳环放到哪儿去了 唐阿姨啊 你先把这两孩子送到他们房间去吧 嗯 好 好 来 平安 平安 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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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阿姨走 来 小说 你老师 你在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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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在遇事不会爬到别的地方去了 大姐夫我都找过了 我也在问我自己 耳环跑到哪里去了 妈 您那意思 应该不会怀疑平安吧 妈 您那意思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在我的家里头从来没有丢过东西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 啊 我认识你 你看 妈 不会的 平安不会偷东西的 你知不知道这对耳环 他值多少钱吗 如果拿去变现 我告诉你 他至少值几千块钱 平安他只是个孩子 他根本不懂这些东西 就算值几万块 对他来说也没有意义 你说对了 就算是值几百万 对他也是极了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对他爸爸是有意义的呀 我知道 他爸爸现在在外头 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现在他知道这个孩子 就在我的家里头 他去教他去偷去抢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妈 您怎么能这么想呢 您也知道那个男人 平安看到他 都没有办法正常呼吸了 他怎么会听他的 做这么可怕的事 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 因为他爸爸坐过牢 有其父那就必有其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行了 我们什么都不要说 我就当这副耳环是捐出去了 行了吧 不会的 耳环不会不见 我去找 一定在 根本没有那个必要 盈盈啊 妈妈想告诉你 中国有一句古语 不要随随便便去领养别人的孩子 真的 我们之间不要为这样的一个孩子 去担心去难过 听妈话 去 把他送走 为什么呢 为什么您就这么快认定 平安市小偷 就因为他爸爸有前科 他身体里就流着肮脏的血吗 你这是在质问我吗 妈 没有一个孩子会自愿生长在这种家庭 没有一个孩子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亲是谁 我不想把他留在我的家里头 我不希望他要影响到我的儿子 理由就这么简单 我会跟您证明 平安他不是小偷的 你老是告诉妈妈 你看到耳环了吗 嗯 然后呢 你放到哪儿了呢 然后呢 你哭什么 回答我 耳环是不是你偷的 你哭什么 学乎谁 天安不哭 来 来 跟阿姨走 来 天安不哭 在干什么 你是一个演员吗 你在演什么呢 演你的可怜 演你的善良 还是演你的无辜 我没有 怎么都不用说 把这个孩子送回你娘家去 我不希望在我的家里头 再看到这个孩子 他是我的儿子 他是你亲生的儿子 是 他是我生的 我的亲生儿子 刚刚妈说身体里流着肮脏的血 一出生就被抛弱的可怜孩子 其实就是我以为死掉的儿子 谢天谢地 你终于在我的面前你说了一句实话 但是我等你这句实话 我等了很久很久 你至少让我明白 为什么你要收养他 为什么你要欺骗我 就因为他是你的儿子 是吗 是 他一出生就被抛弃 然后被养父打得遍体力上 我不能让他像以前一样 被大家歧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他当我和西宇的儿子 希望妈可以让我认养他 让他当个幸福的小孩 所以你跟西宇结婚以后 你就满脑子是你的儿子 你就满脑子想的怎么来批骗我 是吗 对不起 我做错了 先不用说对不起 请你回答我 那么你跟西宇 你们两个的婚姻对你来讲 它还能有什么意义 你 作为一个女人 活得累不累 我真的做错 但是我希望妈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领养平安 我感觉这是一切 你arg得 你 谁 让我 你 你 你 自己 té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安不是小偷 平安没有偷我妈的人 希宇 谢谢 徐护士 快出来吧 平安她 平安 你们快去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 没看到孩子在睡觉吗 请你把孩子带走 十分钟之内我们就要把这里搬空了 谁说的 徐护士 是太太说的 自己不可遣 嗨 这方面呢 你们快去看 我们快去看 我们快去看